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般在春天 君子兰生长旺季 每个月给它浇一到两次 以淡钾肥为主的肥料 可以用自己偶制的肥料是最好的 比如说饼肥水 黄豆水 以及偶制好的肺油 这些是非常好的 等温度超过三十二三度 君子兰会进入休眠状态 要停止施肥 放在通风 散射光的地方 让它慢慢休眠 到秋天才可以正常生长 二 醋花水 休眠期过后 先给它补充多元素肥料 让它补充休眠 消耗的养分 半月之后就要给它多补充磷甲肥 如果君子兰需要换盆 在秋天是最好的季节 换盆时可以加入充足的底肥 可以促进植物的开花运类 如果没有加底肥 可以每个月浇两次的磷酸二清甲 这是醋花肥 然后要多晒晒太阳 有助于花芽分化 到了冬天再保持10度左右的温差 保持一个月 君子兰就可以分化花芽 开花了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想要了解更多养花资讯 可以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